Buzzle and Mr. Calls in the Purchase Capital Buzzle in the Jack-Curve Then we get to Step 6, the Dead Sealing Group The system is designed to fire every-increasing Buzzle and will eventually collapse Membrace all the way Because politicians always pick the can down 所以你知道大家有看懂嗎 還是其實有一點複雜 Yeah 因為其實講說真的 就是這個表格當作 大概看了不下十次 然後才懂啊原來是這樣子 應該這麼說好了 你可以先想像這事業上只有一百塊 然後這一百塊就是我的 然後我存到銀行裡面 然後大哥你就把這一百塊借出來 那這事業上瞬間就變成兩百塊 然後你再跟銀行借,再建設借,再變成 所以我的一百塊瞬間就變成很多很多的錢 這邊可以理解 但是你進去的都是債務 所以為什麼叫債務貨幣 因為我們現在的錢都是借出來的 對 所以我們會常聽到說 你舉債就是花未來子孫的錢 是因為我們的錢其實不是真的錢 而只是key出來的數字 然後我們要為這key出來的數字 辛苦工作以備 我覺得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 對 對 那 那這個key 這個圖表就是解釋這個key出來的過程是什麼 但是其實大部分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政府會先發行國債 然後讓財政部去舉債 然後舉債之後 銀行會購買這些國債 銀行跟購買國債的時候 然後央行會購買國債 然後央行購買國債的時候 就可以印出相對的鈔票 那這鈔票就會被銀行家拿去 那銀行家拿去之後 就會有一部分會用這個錢再去還這個國債 所以它是一個循環 但是債務永遠會多於先人錢 所以你要一直舉債舉債舉債 但是總有一天它會崩壞 就是當你資源沒辦法去 符合這個債務量的時候 對 因為地球的資源就是 它是有限的 可是我們舉債是可以無限的 所以這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那我們 然後 然後我們要 我們就是我們現在工作 然後爭出來的稅 會去還這個債務 對 那我覺得這個債務貨幣是 我們必須要了解到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 我相信 百分之七十的人都不知道這個事情 對 對 那我們今天講美貝商店 為什麼講到這麼 這麼深的東西 就是因為我們 看美貝商店其實並不是 真的 就是資源在這東西 我覺得這個是 它是一個問題 但是 它是一個很淺的問題 就是真的問題 是它深層背後 我們想要傳達的東西 是什麼 對 那我們是想要讓大家知道說 認識錢 認識債務 認識無條件資本收入 認識科技性失業 那這些東西 才是我們真正要選擇的 那這些東西 在全體 就是人民沒有意識到的時候 是不會有改變的 就像是我們常常講環保 環保 那我就在想說環保這件事情 它到底 在整個經濟體 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然後我就會想 環保很像是我們 假設是經濟體 是一個魚缸好了 然後魚缸漏水 那我們環保就是把那些洞堵上 可是它永遠會漏水出來 因為這整個經濟體 都出了問題 所以很多美其民環保的 新聞或是東西 其實背後都是有一個動機 那動機是賺錢 對 所以會有環保商品出來 可是這些東西不會停 那不會停是因為經濟體系 出了問題 對 所以我覺得這才是重要的地方 所以大家都這樣懂嗎 但是 講到這個貨幣這個錢的問題 我會補充一下吧 請說 像我是大概 民國78年我就進入科學園區 我去年離開科學園區 那 可能你們最喜歡用的法屬 大概都是我做的 邏輯 邏輯 對 我78年就是進入科學園區 那 那我要提這一個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後來我經過了這些 2000年的網路泡沫 那時候我們也很緊張在延續 很多公司才延 然後又再經過了一些 2008的金融燈泡 那時候我都還在延續 那真的是 尤其我們年紀越大 人分到這種情況都會很害怕 很危險 因為可能第一名就找你們 對 這兩個風暴我都躲過去 所以後來我跟你講 後來我了解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剛剛講到錢 其實整個科學園區 我們就是以外銷科技團體為主 不要忘記 大家在報端生活的時候 美國只是拿到印鈔機 一連鈔票 我們換取他的這一張紙鈔 可是我們是實實在在的去報端 我們是實實在在的把你的IC設計 把你的專業大學學的研究所學的 然後公司把你炸出來的建築都弄出去了 他拿到你的便利以後 他在美國賣才便宜 對不對 他就非常便宜啊 可是他就把超 他錢不夠用賺益給你嘛 然後我們外匯整體是不斷的提高 其實外匯整體的提高 只是代表說我們的奴性 我們這麼喜歡幫美國人做奴工嘛 然後他就在那邊享受說 你就過來吧 錢不夠我再贏兩張點 這就是我離開原始的原因 大概就是這樣子 對啊 所以因為現在其實大部分的能源石油 尤其是跟美元是掛高的 所以其實以目前的債務貨幣來講 其實是你買了多少的美元債券 才可以印多少的鈔票 所以我們今天在講說什麼 中國要成為什麼貨幣操縱國 操縱國就是這個意思啦 因為美國想要還是操縱國 他們想要自己可以印多少錢 那別管他就買我的債 然後就當我的奴隸 就是其實這是一個很可怕的一個系統 那這系統 越多人知道這個真相 其實他越有可能被推翻 但是越多人不知道 那這系統就越有可能持續下去 然後我們 包含我們的下一代就 一出生就負債了 就是一件很可憐的事情 那就像剛剛大哥講的 我們就是奴性 然後就是為了一張他印出來的鈔票 真的是印出來的鈔票 沒有任何價值 他價值只是在於 他跟能源掛工 所以 美貝商店裡面其實是我們要讓人 從選擇裡面察覺自己真正需要的東西 為什麼我說選擇是 因為美貝商店裡面 我們限定美根直接拿兩種東西 那我們常看很多人就是 會想要拿很多東西 但是其實他那時候內心是糾結掙扎 但是這過程可以讓他知道說 我們到底需要的是什麼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美貝商店裡面 他會有一些高單價的東西 標籤上相較高單價的部分 咖啡機或或什麼印表機 但是他沒有去哪 因為他不需要 所以我們覺得 每個東西的價值 不應該是標準上的價值 可是你當價需不需要 如果你今天在沙漠裡面 你非常可不可以渴死 一杯水的價值 絕對高於一個LV的包包 可是大部分人都不了解這件事情 因為現在物資太多了 所以其實我們就像剛剛講 美貝商店是要 他是要推廣 讓別人反思說 金錢真正的意義是什麼 像我剛剛講的那個東西 對 然後最終我們希望可以表達的是 財務貨幣不是我們唯一的出路 就是雖然這個體系 很可怕 但是我們還有別的方向 然後我們有什麼方向 然後我們就去做了很多資源 然後發現一個東西 它非常酷 像我們現在的經濟是市場經濟 什麼是市場經濟 就是講資本主義是市場經濟的一種 市場經濟是像菜市場一樣 我賣菜然後換錢 然後再去買豬肉 或是我 或是用我用豬肉和菜 這都是市場經濟 因為市場的本質在於缺乏 因為你不能產出所有的東西 所以它才要市場去做交換 可是當今天如果你已經有足夠的科技跟資源 去做全部的生產的時候 你可以用三星鏈印機做一些東西 你可以自己在家 用比較有效的方式去種菜的時候 你其實並不缺這些資源 所以我們現在在推動 叫做資源導向的經濟 那什麼東西是資源導向的經濟 資源導向的經濟就是說 以資源為前提去給所有人做分配 那其實以現在 我們現在會常聽到說 非洲很多國家很多人餓死 然後什麼台灣 然後吃到飽 然後丟到車上 之類的東西 所以其實這些東西 如果是用合理的前提去分配的話 其實每個人可以爽爽過 絕對是每個人可以爽爽過 但是為什麼不行 是不是我們現在還過著市場經濟 就是我們還在用以前的方式 沒有效率的方式過生活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 我們有權利改變 但是為什麼我們不改變 只是因為我們不知道 對 那關於就是資源導向經濟 它其實後面有很深的理論 它是一個 嗯 它是一個瑞士的 程式設計師 提出來的東西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去Google 因為裡面的內容真的是太深厚了 可以就是一本字給這麼厚 對 那它都是這樣很豐富 那 你看了之後 你一定會覺得說 天啊我們為什麼還有這樣多深 我們一定會有這種感受 那我今天就回到這邊講 那 今天我真的講得有點太快 所以最後我想用一句話來 表達我今天要講的東西 就是 以前有聽過一句話就是 勞動是活的最好證明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一句話 但是 但是 剛從我們 我們剛看科技性失業 看葡萄堅基本收入 那我們在想反思一下這句話 我想要稍微修正一下這句話 是 只要你活著就是最好證明 不一定要透過你的勞動 你的工作 才能體現你的價值 像我們常會問對方說 你做什麼 你薪水多少 你在哪裡上班 那這些東西真的能代表你這個人嗎 人家說你這個人只有工作嗎 那是不是有點可悲 你有沒有去完成你夢想做你喜歡做的事情 我覺得 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我今天分享就到這裡 有人要稍微聊一下 因為是論壇其實就是可以打嘴炮這樣 那請見你看最後這句話就是你講的 就是說 除了工作你是誰 前一段時間有一本書就是 你這到明天拿走以後你是誰 是不是 就類似唯一本書 先出位他講的就是這樣子 或許其實 你在不工作的時候 其實你還可以做很多事情 對 例如我以前一個主經理 其實他跟李太強都 都在表演技術做過 他是一個小弟弟他很好的 他雖然是科技業的人 其實他如果不代表科技業 他就是一個很好的音樂家 那就是他當然他裡面一聽到 他就是音樂家的 對啊 李太強那種古怪的 就用一個他很正的 就是說 一樣的道理就是說 我們這些人 除了就說真的 我們經常幹原始人在這麼久 確實你講的是真的 我們只會討論說明天 我們自己也不可以 還有沒有拿幾架跟科技道 确實沒有人談生活的事情 我 再跟各位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之所以後來對科技業有點失望 是說 除了自己的年紀各方面之外 我就是碰到一個自然農法的老 他上了一堂課 我以為我是去學有機農法 我們這種農完全不懂人的時侯 我們是學有機 我上了第三堂課以後 我才問說 老師 那我上了是什麼 我說 我們是自然農法 我以為是有機 他說 對不起 我完全不是有機 因為我跟其中一句話 達到他的時候 台灣的兩十字聽力只有三十 有三十個聲音 不過說 今天如果我們把島有人被一封閉 我們完全黃豆什麼都不進來了 那我們在座就大概只剩下幾個能吃飯 因為我們幾個農人 重的都可以只能滿三個人 沒有 三十個 就一百趴就三十個聲音 那其他人吃什麼 那我才又想說 這個好像跟我們原句講的意合力不一樣 我們的良率老闆一拼就九十幾年才有量產 沒有良率不夠高 不夠完 為什麼我投資失敗 太低的良率我絕對不完 可是台灣自決一三十趴你為什麼不怕呢 所以這樣之後我們才開始去關心農業這件事 因為我們一般現在 園區待著很少農學院的學生 你問不到這件事情 因為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台灣也有很大的問題 是我們真的是每天生活在一起 不會談的事情 可是那些問題就是你如果可能 好吧 我也不認為機器能夠大舉過去 那是電影拍的啦 所以把人類消滅掉 我就覺得這樣滿難的 那AI這個東西發展了二三十年來 你說要是它是什麼 就像我之前我們也做製作化設備的基礎上 台灣上面這些供應商我們都熟了 你說它必須知道這些AI機器人 不管滿硬體之外 它還是必須知道另外一個條件很短 才能夠創造出這批機器人的基礎 不至於完全沒有 而且我發現說現在機器人他能取代的是 很多是台灣人不願意做的事情 其實他們機器人很多是取代的 我們就算工作給我我也不做的 像我以前有碰過一些在南海的藍枕業 一個月五萬塊沒有人要做 因為它那個藥水會把你的皮膚 不會好的 他怎麼看皮膚科都不會好 那我們那個時代大概八十二三年 還有人願意做 到後面都變外勞做 你現在再叫人家說你去南城場做的 絕對沒人做 會被罵 一來是環保問題 二來是說大家也聰明了 我也不做了 而且很熱 人家溫度都四五十度很熱 所以我說其實機器人現在取代的也滿多是 我們人不在做 對說那個勞動它只是補足那一些勞工的 那台灣你說上次說我們的最基本的收入 如果村長他們在討論怎麼給的時候 我們如果不好意思用傳教的概念是覺得說 即使大地會產生出門 不知道你知道嗎 基本上你說我們在一直半疊的情況之下 有時候沒工作也會想 麻雀不是每天飛上飛下 他也沒餓死過 他飛下來撿兩顆骨子他是走的啊 那你的人生可能就是每天只需要那兩顆骨子嘛 麻雀他沒有存款 那我也不知道他存在哪裡 他就飛下來撿兩顆種子他就走了 他再奔回到樹上休息 可是他們就這樣一輩子這樣一直循環生存 當然這樣講滿消極的啦 好像是說看你們就去過這種日子啊對不對 那當然所以這種東西只能大家 大家如果說基本sense共識比較 電波接近的人去討論的時候 他們願意相信這件事情 因為我就是後來慢慢說離開園區 接近的另外一群小農的時候 我發現其實真的 應該是說你看他們會餓死的人 好像都餓死 我們真的很懷疑說你這樣農夫嘛 像我一個朋友他就自己 自己的賣神自己做麵包賣 我真的覺得說你這樣子浪費了較大光學的光環 他念了大學念材料後來念光學 他去台積電連一個友達隨便都可以進去 他就居然自己背著一個摩麥機 自己每天摩麥機在那邊做麵包 他就說他不要過種生活 已經進入第四年了 這個實驗室我已經進入到第四年了 那他也有像學生養菜的理念 他不是只為了說我就摩麥粉做麵包而已 他是理念是他在多少人願意說 利用烘焙這個技術你就能活下去 因為歐洲其實像我們台灣 不要說台灣 中國人的立場譬如說我們喜歡吃麵 以中國人以前來講家家戶戶 媽媽都會做點麵食嘛 包個餃子也好 做個麵條也好 做個麵都拉肉好 那現在這個獨立是我們要出去買才有 那以前在家裡是說媽媽就會做 那這個東西在歐洲的話就是媽媽就會做麵包 他們甚至有工 像我們現在很流行窯烤 他們村子裡就有一個窯烤 就是說不用你每家都有 你只要會揉麵團你就可以 今天就輪到你來用這個窯都可以 大家都可以用 然後你做完的就是你家就吃麵包嘛 那我們台灣的時候還可能是包水餃 吃麵各大 其實這只是東西方的飲食文化不多而已 可是回歸到後面就是說 其實你能吃的東西就是你自己都能做 不見得一定要去買 因為你沒有錢下來就買不到東西吧 那我沒錢我就自己做了嘛 像我們家其實像我媽他們都是 屬於農村社會這樣子一路下來的人 我們家的青菜根本不需要買 因為它長得很快 其實蔬菜長得很快 只會送人根本不自己吃 然後幾個歐巴桑就會互相說 我這個你幫我吃一點好不好 你幫我吃一點 因為很快 它成長非常快 那我們家就經常就是說 人家又拿一些菜來 雖然不敢說是很漂亮的菜啦 那基本上蔬菜可能不大需要嘛 這個就你慢慢就去想說 這個東西以前在農業社會可能是存在的 那現在好像外食人口很多嘛 我剛才幾天大家認識說 我本來想添小農的市場 後來我也發現說 其實這樣回家主辦人真的很少 外食人口只會增加 不然太老了 回家主辦人太少了 所以這個市場看來要推 你有沒有一些今天 對你上去那一天過 但是小農不會 因為 其實應該大企業也在看這塊 所以 7版裡面一定開始專門指派小農 然後小包就要回來 對 但是專門就推這一塊 因為小家庭還是會主 到走到最後之後 因為會互相信外食人 所以還是會主 不是說目前是辛苦啦 就是說你還是需要努力 到我覺得那個就是 我每次我們玩虎 不要講的黃金交叉 什麼時候交叉就是 一個下一個上就是這樣子 只是這段時間 會有多少人 在推動的過程中會趴下去的人 可能說資本夠的 可能就他能撐久一點 資本不夠的可能 像我認識很多小農 慢慢慢慢 真的有些人就真的會撐不下去 就有了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很明白 說我的朋友他 做這個酸桶麵包四年了 他還撐了四年 我就說真的不容易 找到他的小壯客去 對 他必須不斷的去經營到最後面 這一群人支持他活下去 如果說還找不到的時候 他可能自己也可能會被家裡罵 家裡的壓力有點像迫使他 可能會回到職場 或是怎麼樣怎麼樣 沒有 沒事 那還有其他的想法嗎 就是 可能關於 不擔心基本收入 或是 每月商店還是 一些其他的問題 其他的想法 對不對 大家互相交流 想 沒有 最近很關注這些 我真的假的 可是我沒有什麼 很多的想法 我都覺得